千呼万话的吐槽声中,爱情公寓终于上映了,首日三亿,首周乐观估计破十亿,爱情公寓票房的火爆现象堪比西红狮首富和我不是要神,但口碑表现却非常一般,都办2.5,时光2.9,网友的吐槽更是五花八门,眼花缭乱。 其实,爱情公寓并没有说的那么不堪入目,当然,前提是,如果他名叫当幕笔记或爱情公寓之当幕大冒险,口碑都会好很多,甚至可以有6.0分。 整个影片,笑点很足,惊险刺激的情节也不少,特效制作也不张,但挂梁头卖口售的嫌疑,真真拉低了影片的口碑。 当然,除了十足的笑点,冒险的情节,客观的视觉之外,看爱情公寓也还有其他收获,比如张启玲。 没错,就是张启玲,她真的住在爱情公寓里,跟着公寓帮忙一起冒险搞笑,尽管戏份不是特别多,出演者赵志伟也是一名演艺新人。 但总体人设和表演还是可圈可点的,之前看过不少版本的张启玲,但爱情公寓里的张启玲还是比较特别的,其他版本的张启玲有好有坏,咱就不一细说了。 但就爱情公寓里的张启玲和赵志伟而言,歌星十足,气氛专然,应该算是看爱情公寓的意外看点之一了。 赵志伟版本的张启玲,高大,威猛,英挺,之郎,有一种苦苦的味道,属于那种人狠话不多的角色,一出场就让他,人眼前一亮。 他的金,乐,猛,与爱情公寓其他角色的斗,结,猛形成了较为强烈而鲜明的对比,成为影片里一大亮点。 赵志伟在爱情公寓里的发向苦尽而十足,黑衣,黑帽,大长腿,高颜值,冷眉的让人无法抵抗得住他的魅力,难怪他一出场就引发你美花痴般的惊声尖叫,妥妥的吸本机器。 不过,由于人设的原因,以及吸本所限,赵志伟在爱情公寓里的展示空间是比较有限的,这也让人感到了些许的可惜。 不过,毕竟实力摆在那里,潜力也得到了掌视,所以赵志伟的未来是非常可惜的。 最早知道赵志伟是通过湖南卫视的一年纪,当时作为班长,赵志伟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可圈可点,尤其是在班主任,金满营帝陈建兵的桥桥下,赵志伟的悟性和灵气都得到了比较深度的释放。 这次爱情公寓中也有所展现,特别是面对奥斯卡大导演米安时。 青色,轻松的赵志伟不但没有发出,反而提出了很有深度的问题,不难看出,他是一个对表演很有想法,有追求的演员。 然后就是网络剧,未来五十米的大满主,赵志伟首次单根主角,就有令人侧目的表现,让人收获了不小的惊喜。 当然,作为新人,赵志伟还需要更多的魔力,也离不开更好的品牌去展示,去推广,爱情公寓是赵志伟的首部大电影作品。 尽管戏份不是特别多,表现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,但赵志伟已经找到了自己演艺事业的新起点,而观众也发现了一只演艺潜力鼓,胜力军。 情不自禁就想为张秦玲,赵志伟大头毕竟,这样有颜值,有实力,有想法,又肯努力的演艺新人并不多。 感谢观看